第三十四集 爱国实业家丁雄兆 没电了 要是有一种能用一百年的电池那多好呀 阿佛 你知道大吴卫排电池吗 大吴卫排 大吴卫排电池已经可是很有名的 生产这种电池的厂叫惠明电池厂 开办该厂的就是咱们无需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丁雄兆先生 阿佛 想起来了 这座华旗小学就是他出自秀善的 没错 丁雄兆先生就出生在这洛舍镇 十五岁去上海闯荡 后来创办了惠明电池厂 该厂生产的大吴卫排电池 是国内唯一能够与外商电池抗衡的品牌 丁先生 又多了一家店卖咱们的电池了 好啊 看来咱们电池的品质 大家是认同的 丁先生 您来了 我想打听一下 我们大吴卫排电池在您这好卖吗 当然好了 同样品质的电池 只卖美国永备电池一半的价钱 大家当然都选择大吴卫了 知道咱们的产品为什么叫大吴卫 不知道 咱们厂创于民国十四年 创业之初系数困难 环境恶劣 组织未备 人事不良 再加上外商电池控制着咱们中国的电池行业 可谓阻碍重重 但是咱们还是冲了出来 达到了现在这个规模 考的是什么 就是英勇顽强 奋勇向前 坚忍不拔 无所畏惧的创业精神 大吴卫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嗯 大吴卫排电池电筒不仅在国内热销 而且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市场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商倚照日军势力寄予着大吴卫排电池 请进 云先生 我们代表日本松下电池诸式会社 这次来呢 是来寻求技术交流的 何为技术交流 我们两厂会合作生产大吴卫排电池 我不想与你们合作 哈哈哈哈 林先生 您是聪明人 您考虑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我办事 向来只为无愧良心 只怕你承担不起啊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心理后兵 你要是不同意 到时候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就不要怪我们 没有事先提醒你 我们中国还有句古话 叫做威武不能驱 我丁某还算有些骨气的 两位 没有其他事的话 就请吧 你不要经就不吃吃罚酒 你们代表日本 我是中国人 中日两国正在打仗 我怎么能与你们进行技术合作 嗯 丁先生 估计他们还会来找麻烦的 您要不要先避一避 我的产业在这里 我就要在这里 呃 那要不要跟别家一样 在厂区挂上英美的国旗 我们是中国的企业 为什么要悬挂英美的国旗 真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啊 没错 1945年7月 丁寻赵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 啊 然后呢 8月14日 日本投降了 啊 那就好 嗯 嗯